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著我們大概介紹一下核心專利 那我們核心專利挑選的指標是 平均每年被引用次數 也就是說當這個指標越高 代表說這件專利自它公開以來 每一年它持續被高度引用 那我們首先介紹四件專利 它分別就是四個功效 我們各挑選一件出來看 首先是1992年的這一件專利 它是NASA提出來的一個專利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這件專利有219次被引用 那平均每年有9.2次被引用 那這件專利它提出的是一種 具有高的感測範圍 以及高的靈敏度的一個感測器 也就是說因為有這個感測器 所以機器人它可以在防止碰撞的範圍內 即可監測到人員接近的程度 接著是1997年 華盛頓大捷提出來的一個叫做 直接驅動操縱器 因為這個操縱器它可以去控制機器人做移動 也就是說操縱人員它可以直接把力量 藉由像圖中所示的這種感狀的一個操縱感 把這個力量施加到這個控制點 那這個控制點可以做三個自由度以上的移動 那進了使得操縱人員可以去引導機器人的動作 或是規劃機器人的運動路徑 這是華盛頓大捷提出來的一個專利 接著在監控瓶子這一件專利方面來講 是APP所提出來的 它是在機械手的末端效應器上加裝的加速規 也就是說它去防止說 人員在做手動引導的同時 會有一個異常速度或異常加速度的產生 當這個異常值產生代表會有危險發生 所以它就會起到機器人的一個防護裝置 那另外一件APP的另外一件專利是非接觸的感測器 它的目的是說藉由這個感測器去監控說 人員跟機器人之間的距離 因為距離不一樣所以它去控制機器人的移動速度 當人員越靠近的時候 機器人它在移動的時候會越緩慢 去確保人員在進入協作空間時候的一個安全 接著是2009年有三件事有關於動力限制 所謂動力限制就是說當機器人感測到 它要跟外界或是人員碰撞的時候 它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把機器人本身的動力下降到一個安全值 也就是說在這樣限制比較小的一個動力情況下 去防止對人員造成的一個傷害 然後這三件專利的第一件事是鬆下電器它提出來的 它去感測說或是偵測預測 人跟機器人它碰撞時候的衝擊位置 因為你的碰撞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機器人它對應的動作會不一樣 所以進而減低對人員造成的傷害 第二個是直接在關節處設立力量感測器 成如剛才所講的 用感測器去感測碰撞時的力量變化 然後去控制它的一個輸出的一個動力 再來是鬆下電器的第二件專利 它是引入一個叫順應性控制 裡面的一個主抗控制 也就是說如同手是像機器人 它的機械手臂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突然有一個外力出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順應外力 讓整個的衝擊力變得比較小 接著我們來看以下三件專利 首先是安全電機 它結合一個叫人員辨識 就是它辨識說我要進來協助空間的人員 它的一個工作的型態跟工作的經驗值 然後將這個辨識的結果去告知機器人說 我對應的協助空間的範圍要多大 然後移動的速度要多快或多慢 至於亞馬遜它提出來的專利是 它是藉由說在機器人跟人之間 鑽了RFID這樣的一個標籤跟感測器 藉由這樣的訊號傳出 它可以讓機器人去感知說 它的周圍環境裡面 它的人員的跟它的距離的狀態 進而達到一個安全的範圍 也就是當人員越近的時候 機器手它要提高警覺 然後降低速度 最後一件事 Google提出來的一個叫虛擬安全罩 也就是當機器人在移動的時候 它在移動的同時 它就要去感知周圍環境 接受周圍環境的一個建模訊號 然後也就是在移動 去預防說機械手臂跟人之間的一個碰撞發生 在移動的一個碰撞發生 在移動的一個碰撞發生